中国北部的强降雨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东北地区 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多地在2号起普降暴雨 引发了严重的内涝和洪水险情 国家防总针对两省提升防汛应急响应到三级 而在吉林这一轮暴雨已经造成了一人遇难四人失联 东北强降雨仍在持续 黑龙江省再发暴雨红色预警 多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 达到洪水编号标准 黑龙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4号将防汛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二级 同时针对不同地区 发出不同级别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其中省会哈尔滨全区以及牡丹江全区 预警级别都是最高的红色 此次强降雨已导致哈尔滨、牡丹江、上志等多地受灾 各地消防及武警官兵奔赴灾区展开强险救援 在以武昌大米著称的武昌市降雨最为明显 截至4号11时累计最大降雨量达346.8毫米 当地河水暴涨 由于洪水威胁到沿河村屯民众安全 当地2号晚开始紧急转移安置群众2万多人 而在吉林省此轮最大降水量出现在苏兰市永胜林场 达到489毫米远超历史基值 强降雨导致苏兰多地出现险情 通往村屯的道路被损毁 救援人员徒步涉水进入村屯展开救援 截至目前苏兰市已设置安置点21个 转移群众1.4万余名 苏兰金马镇4号遭遇洪水漫灌 视频显示洪水水流较快 有车辆被困 苏兰市政府当天表示 由于无信号 目前还未能与金马镇取得联系 救援队已赶往灾区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